新鮮鱼肉抽真空 准备出货到澳洲 另一边7全公斤内销 送往好市多全联 包办量换超市道连锁餐梯 直击全台前三大的冷冻鱼产加工厂 一天要处理1000公斤的鱼 速度要多快呢 阿姨准备开始 平均40秒内就要处理完一只鱼 我这只要这样钓回来 那这还漂亮 一鱼两边侧面三刀利落肢解 一条速冲带分上下两段 残骸放下鱼肉摆上 送往下一关 线刀一秒去皮 还要修整边边角角 鱼鱼有刺就是中间 这个皮没有干净就给它修平 过去只做传统鱼室 靠一整套SOP管理打开外销 背后推手他才36岁 现在从事传统的批发经营 以外也遇到说需要一些通路方面的客户 管理硕士加上台大学历放下一切回乡 一开始还得忍受养殖户前辈的不信任 欠收的时候价格高 那我们当然是要到鱼温去跟养殖户去讨论 确保杀菌每天生肉都得在EPDM的臭氧池做冷水浴 出货澳洲日本欧美还不够 下一步甚至有种最夯的东斜市场 回教加起来我们讲说他们人口数很多 水餐养殖这部分是他们目前比较缺乏的一个水餐品 青年第二代让这些鱼肉生鲜变成MIT金砖 竞争力默默崛起中 东森财经纯球铁和平员嘉义报导 谢谢大家